前面我们提到 骨子真生 它是属于我们这个 骨关节退行性疾病的一个范畴 那所以说 针对所谓的这个 年龄超过60岁的人群 那么女性 已经绝经的这种女性人群 那么还都是属于 她的这个异患的人群 当然随着这个 目前这个 这个社会压力 或者生活节奏的这个增加 那么实际上 我们现在这部分人群 它有 也有越来越年轻化的一种趋势 另外还有一些 还有一部分 就是从事特殊行业的一些人群 它也是属于我们 骨子真生 或者骨关节退行性疾病的 一个异患人群 比如说我们的助导工人 或者我们的这个 这个矿工 因为它长期处在这种 阴冷潮湿的这个环境 或者长期处是在这个 长期保持在这个弯腰 弯腰负重的这种知识 那么对她的这个脊柱和关节 都是 都是非常不好的 另外比如说我们一些 一些职业的运动员 还有包括一些职业的运动员 那么可能她对 她长期需要使用了 我们大量的运动 我们这个宽细关节 那对我们这个关节 那么她也会造成 比较快速的这个磨损 另外就是 比如说我们一些 从事舞蹈职业的那些人群 那么因为长期 是要使用了我们的主怀 所以这部分人群 它也是容易产生 这个主怀的一些 推移的一些疾病 还有我们一些 长期使用我们这个 手来从事一些 精细动作的一些人群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键盘手 或者这些弹钢琴的 这些这些乐手 那么她的这个手指 也是比较容易发生一些 推移疾病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